今天早上从6点52分到7点24分 花莲连续发生了13起的有感地震 相信状况要联系给记者林玉婷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来关心今天清晨 从6点52分到7点24分 花莲连续发生13起有感地震 第一起在6点52分发生瑞士规模5.2的地震 镇样位在花莲吉安乡 地震深度5.9公里 各地震度花莲5级 南投宜兰台中3级 台东桃园新竹云林苗栗 彰化新北市则是2级 嘉义新竹台北1级几乎全台有感 第二起地震发生在6点53分 瑞士规模4.4地震深度9.6公里 镇样一样在花莲吉安 花莲震度最大4级 南投2级宜兰台中1级 第三起同样在6点53分 规模4.1地震深度6.7公里 第四起发生在6点55分 镇样花莲吉安 深度11.8公里 瑞士规模3 花莲震度则是2级 到7点24分陆续传出地震消息 而震度最大的是第一起6点52分的地震 而这几起地震 镇样大多落在花莲吉安和寿风乡居多 而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花莲民众的家中吊灯也不断的摇晃 不少人都被地牛翻身给吓醒了 而灾情的部分 花莲光复街上因为地震的关系 有民宅二楼阳台杂物掉落 好的 以上是委员长 舞蹈讯息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对不起